繼續來看這個台北市 要選市長的九萬鞍 早期也去登記 他跟談市長 跟紅山山的 出路不一樣 他並沒有邀請到 議員的參選人 作回來作祀 是跟十二的年輕人 作回騎梯買去登記 另外新北市長 郝優儀要經選連任 也是早期去登記 跟九萬鞍一樣 也是沒有大頓人來培董 那郝優儀也是天 十八歲參選 要來選出少年票 你家台北就是無限 中萬鞍騎梅 放在花口後 跟著議員台北的少年人 作回來拜祭三委會登記 不跟港黨議員作回組織 我們就是很單純的想法 邀請這十二位年輕人 其實也代表著 我們台北市十二位行政區 所有年輕朋友 他們的心聲 他們的需求 將一天這團出國民黨 市長部主委 公立金如通知請議員 還有議員參選 不要賠償萬鞍定期 當來議員有不同意見 他沒有要在登記的時候 帶市議員去前往 一起參與 會有點可惜 坦白說呢 我給予這樣的做法 大力按個讚 因為過去的做法 坦白說這落入傳統的科救 在現場的敲鑼打鼓 大聲化動算 坦白說呢 只是自己人很開心而已 所有的黨籍議員 都是臺北隊 而這段期間 我們也跟議員緊密的合作 另外一邊 新北市長的郝佑儀 也在到月頭一天來選委會上期 賠償萬鞍 現場北方的人 更少 只帶兩位年輕人 和無聊 表達要聽十八歲的參見款 把年輕人的聲音聽進去以外 在整個政見的落實上 把它落實完 郝佑儀東想把核酸人 都出港之交 要和對手的人 還真實做出庫佩 今晚我們也說 沿路來會有那麼多 雞毛帶雞小孩的中央 要等很氣勢來拚勝算